耶 哎呦 恭喜恭喜啊 恭喜 来来来 欢迎我们的顾客们 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晓晓姐 大家好 我是南昌萝卜干 对 代言人 大家好 第一次吃还记得吗 在梦里 哎呀 在梦里 所以你们在看我今天穿的 其实就是一个时光的逝者 今天就是来伺候自己 吃泡面面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东阳给大家 介绍一些奇葩的泡面口味 这是什么 巧克力 真有巧克力 对 就是刚才嘉宾说到的 他很喜欢吃的巧克力的泡面 哎呦 那个旁边那几块是豆腐乳吗 不是 不是 不可能 草莓蛋糕泡面 草莓 你是把所有的咸的泡面 都做成甜的了对不对 其实这款泡面它的味道 吃起来很像 加了大板烧的酱的那种味道 然后脆脆的有甜的感觉 行 那我们今天尝尝可以吗 来吧 这三道分别是泡面粉蒸排骨 泡面蒸蛋和泡面虾球 这个不错看的 中间那个鸡蛋糕 来 泡面虾球 这个应该像干吹面的味道 我觉得 这个泡面虾球没有违和感 特别棒的感觉 特别棒的感觉 而且这个蒸蛋它大有来头了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平时吃方便面的时候 一包不够 两包又太多了 而这个蒸蛋就是你用泡面的汤 你打一个鸡蛋下去 蒸出来以后 泡面的汤汁的味道 会完全融进这个蛋里面 这是用泡面汤蒸出来的蛋 对 而且人人都可以跟我学的做 对 而且它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学 这个有意思 大家可以尝一下这个排骨 它也蛮有特色的 排骨 对 而且它很简单 每个人都可以学 这有意思 我还有一个 你呢 我是泡面色拉 泡面色拉真的很好吃 那是你自个儿觉得好吗 对 那边已经吓过了 这味道也就出来了 这位女嘉宾 怎么了 我说实话 我对君哥这个 我比较 有期待 有期待 他是会做 君哥你以前 不是你 人家是那个 林一轮以前是做过厨师的 对不对 林一轮老师 现在不是还很厉害 他先好厉害 林一轮先好厉害 做得很厉害 他跟黄磊应该算是 演艺系列做饭做得特别好的 谁说的 我 你也是爸 谁说的 还有我 还有你 有这么多人呢 哎呦 香了 哎呀 好香好香好香 像那种两面黄 就真说 哎呦 好香啊 好像两面黄 等于方位面 先煮完了 再这么煎是吧 先你要过一道水 然后绕出来以后 用那个石油 和那个花雕 再放点盐 腌一下 哦 这个好 这个应该好吃 嗯 初晨你在干嘛 你只是在弄个干脆面 这么有 嗯 可能无所谓 加油吧 仪式感 仪式感 我忘了放这个 我忘了放这个 不要说出来 蛤 不要说 我们以为是这样的步骤 我 我没有忘了 我现在放 切 切薄一点吧 切薄一点 切薄一点 这个面条 像我们那个红薯粉似的 有种感觉 宽宽的 雪面 以荞麦和小麦为原料 烙干切好的雪面 就好比方便面 食用时将开水煮沸 把面条放进沸水 稍加浸泡捞出 再加上漏鱼 大油 辣椒 醋等调料 即可食用 给港港姐 给港港姐 这个太香了 我说良心话 大家都说那个 方便面是日本发明的 其实那个日本 以前一直都吃蕎麦面 他们真的没有吃过面条 是差不多一百多年前 从中国传到日本 才开始有面条的 对 我们有两千多年 好厉害 传承了千年的雪面 是中华传统文化 生生不息的符号 而陪伴了我们 数十年的泡面 则是人生路上 幸福的记忆 千百种人 千百种面 千百种味道 而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碗 属于自己的泡面 泡面 是大学宿舍里的 青春记忆 是想家思乡时的 心灵慰藉 是奋斗 岁月里的精神依靠 更是孤单深夜里的 最佳伴侣 感谢那碗小小的泡面 在这个纷繁的大千世界 温暖着你和我